台北深大學 大學生什麼 民國初年的大學生來囉 年輕喔 是 之前其實我們一堆熟女 都在自我檢查 我已經是熟女了 但有一親熟女就說 她們有沒有初老症 初老 對 那其實大學生來講的話 大概就19到24左右的年紀 應該是很年輕 然後能想像到的 對 活動 做的事情大概都差不多 但今天我們這個會找到一些 也被認為是老派的 比如說她穿著很復古 或是規律的生活作息 這個也算老派 比如說她真的不去夜店 然後10點就睡覺 那老派 對 然後可能坐在電機前面就睡著 老派 老派 那就阿堅 是 所以請問這個所有的大學生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老派的人嗎 圈叉 阿堅你覺得自己老派 對 因為我常常會指責別人 然後罵她說做錯事情幹嘛 為什麼不上班幹嘛幹嘛 然後就講人家 你怎麼不叫老派 你知道機車啊 你怎麼不叫老派 對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 會讓人家覺得 你這樣有點老派耶 有沒有 林軒果然會下棋 對 因為我是下棋 第一次我會嚇到我會去看棋譜那種 那種 老派 沒有 其實像棋 像棋 像將軍 所謂將軍棋 就是兩人一人一方那種 那我也會去公園看老人下 因為每個人都 沒打針了 因為其實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每個人都有這個原因在 然後 因為大家平常同學下棋 都是只是好玩這樣 都隨便下棋 不會去深入研究 今天既然講到老派呢 我們請來這位來賓 究竟是不是老派呢 我們來問他一下 一起歡迎柯佳燕 好 桃園姐好 天哥好 大頭哥好 哈囉 出了新的這個攝影書是不是 新的那個 我出了那個文字攝影書這樣 恭喜 好特別 你看 還用這樣子密封帶 謝謝 真空包裝有沒有 這是什麼樣的內容呢 捨不得打開了 這是我大概整理了這兩三年 寫的文章跟我拍的照片這樣子 我覺得還滿少女 她不算老派 因為她喜歡寫字拍照 單車羽球 喜歡早餐 喜歡咖啡 OK囉 早餐就像盧廣仲 咖啡就像你知道嗎 都會女子 都會女子 但是你平常生活有被人家說過老派嗎 我沒有信用卡 我都是負現 老派 這跟乃哥很像耶 老派 乃哥又帶一疊現金在身上 我從來沒有搬過信用卡 就是也覺得用不到 就是負現金 為什麼 有些人是用理財的角度 就覺得說不要辦信用卡 你是因為這樣嗎 還是 我一開始是都沒有辦 然後也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 除了出國可能會有一點點 可是就覺得 就覺得好像用不到 而且你其實付現金會更有 更實在有付錢的感覺 你知道付出去多少錢 你知道付出去多少錢 然後這樣啪啪啪啪這樣算錢的快樂 不是 是你付出去的時候 會比較知道花了多少錢 會有很實在心痛的感覺 就也不會 這樣比較不會花太多 單價都就會開始習慣 就是不會買單價太高的東西 會花錢如流水 那都要學一下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的 今天其實我們請來幾位來賓 他們本身都有一個 古代人的靈魂 坐在他們身體裡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他們 首先第一位老派大學生 一號 十幾年齡 我們現在先不說 他別人眼中的自己是 勇志革命精神的民初學心 什麼 偶像是先總統講功 請他講一下話 我們來聽一下他聲音 有沒有老派的感覺 來 整理大學的鄧志通 在此問候各位 在此問候各位 感覺有一點 其實競選的時候可以聽得到 對 競選也會這樣 感覺上 一起來看一下他的外表 到底有沒有這老派的感覺 一起歡迎這一位 鄧志通先生 歡迎 你有傷害嗎 太厲害了 可憐 可憐尚未成功 是嗎 人心很厲害 不是 大家形容一下 你看到他低眼的感覺 是什麼 希希 他好像歷史片走出來的 對啊 不是 我們現在 他一個人把我們所有人 帶入不同的時空耶 好厲害喔 賣機 你覺得 我覺得衣服太奇怪了 怎麼會 平常怎麼會穿這種衣服 這裡平常穿的 本來是街上節目特別弄這樣 我平常上課有時候 只會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他這邊是一百年的那個霍章 對啊 民國這個 借信我一百年 你黨徽對不對 你這個 你應該是拍舉光日 偷偷溜出來的吧 他會用手這樣請你講話這樣 對 所以你 你會模仿肺玉青嗎 肺玉青嗎 是你喜歡的我 其實他是我的偶像 對 我一直都非常喜歡他 他之前到台中來 就是演唱的時候 我還有 特別就是從台北再回去 聽他唱歌 是喔 這個QD今天帶來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你的服裝配件給我們看對不對 在我的座位這邊 天下圍攻 那是我在學校用的文鎮 文鎮 就是執政對不對 所以你都去量身訂做是不是 對 因為我比較高 可是又太瘦了 對… 就是很多人 呈現了身材 所以只好用這個 呈現 呈現 好可愛喔 這個西裝是三顆扣的 現在算是非常老派 我們看他除了剛剛那個 指證之外 這是 這是什麼 我喜歡的一顆石頭 我說 上課會摸它 上課摸它 對… 這個是古代人耶 我跟許浩平聊了嗎 心靈的一個焦點 這一個呢 這個是水晶洞 我喜歡養的小水晶 養 對…就是你可以拿那個 一直摸它 噴水 噴水 那這支筆呢 這支筆很厲害 不是 我非常喜歡的一支筆 蔣中正的民國23年 提倡的 大家會背嗎 生活的目的 再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你們都不會背了 生命的意義在 生命的意義在 延續宇宙祭祈之生命 創造宇宙祭祈之生命 創造 對… 為什麼你會把憲蓉講功當偶像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 因為我們國父有一個思想 然後信仁統是把思想 進而實踐 然後進而把它達成 然後進而把它成為一個 事實的一個理想的建立起來 不行 好感動 太感人了 太優秀了 太厲害了 幾句的訓詞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句就是 青年創造時代 時代考驗青年 我的天啊 對 也有一首歌嘛 對不對 所以柯佳燕看到這位 人兄 人兄 看到這位胸臺的感覺 對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它好超現實 就是它周圍的感覺是 在另外一個時空裡面 對啊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就是願望 就是以未來想要做到什麼樣的 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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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從里長開始選起 你介意嗎 不介意 因為其實我覺得人要從基層開始 小時候也有到西邊看 魚兒力爭上游嗎 有什麼樣的偉人故事在你身上有發生 我看到了台中的綠川從藏屋 然後變到了乾淨 所以你覺得很棒 覺得很棒 我來看一下你實際年齡 到底幾歲好不好 好 幾歲啊